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在美国提出的最新和平计划 这一计划不仅引发了美国政坛的广泛关注 也关乎全球的安全局势 泽连斯基在与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里斯 以及前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 详细阐述了如何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找到解决方案 在会议中 泽连斯基强调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对于和平的实现至关重要 他描述了乌克兰人民渴望和平的同时 也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与拜登的会谈中 他呼吁美国持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保障乌克兰的未来 而与哈里斯的交流 则凸显了女性在战争中的重要角色 泽连斯基呼吁更多女性参与到重建过程中 令人意外的是 特朗普在会议中表达了对 论越来越热烈 泽连斯基的努力 无疑为全球和平倡导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泽连斯基的和平愿景 在美与拜登 哈里斯 特朗普的交锋 近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涟漪 LJZ报道称 泽连斯基带着最新的和平计划 与美国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里斯 以及前总统特朗普 进行了深入会晤 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 不仅关系到乌克兰 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解决 更对全球的安全局势 有着深远的影响 泽连斯基在会议中强调 和平的实现 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他指出 乌克兰人民渴望和平 但同样坚持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他的讲话充满了 对未来的希望 尽管当前局势依然严峻 泽连斯基指出 和平计划的关键 在于国际社会的支持 尤其是美国 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他表示 和平需要每一个支持者的努力 乌克兰人民 希望在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基础上迎来和平 拜登的支持与承诺 在与拜登的会谈中 泽连斯基详细介绍了 乌克兰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 以及对未来重建的迫切需求 拜登听取了泽连斯基的诉求 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承诺将继续推动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 拜登说到 美国将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 继续提供必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抵御外部威胁 泽连斯基在会谈中 不忘提到乌克兰人民 在战争中的坚韧 他说到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 展现出的勇气和毅力 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我们渴望和平 但绝不妥协 哈里斯与女性力量的探讨 与副总统哈里斯的交流中 泽连斯基特别提到了 女性在战争中的重要角色 他指出 许多女性在冲突中 承担了重要的责任 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要参与到国家的重建中来 哈里斯对此表示赞同 并强调了女性 在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 他承诺将推动更多的女性 参与到决策和重建的过程中 哈里斯提到 女性在任何国家的重建中 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我们需要确保他们的声音 在和平进程中得到重视 特朗普的意外支持 与特朗普的会谈 则显得尤为引人注目 尽管特朗普在任期间 对乌克兰的态度曾引发争议 但在此次会晤中 他表示愿意支持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特朗普提到 和平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 只有通过和平 才能确保地区的稳定 他的态度 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但也显示出 在国家利益面前 政治立场可以有所调整 特朗普说到 和平不仅仅是乌克兰的需要 也是全球的需要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 可行的解决方案 确保地区的稳定 他的这一表态 无疑为和平计划的推进 增添了新的动力 和平计划的核心内容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文件 它承载着无数 乌克兰人民的希望与梦想 计划中提出了几个关键点 首先是停火协议的达成 其次是国际社会的监督机制 最后是对受战争影响地区的 重建支持 这些措施 旨在为乌克兰带来持久的和平 泽连斯基强调 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重要 他提到 和平计划的成功实施 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监督和援助 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 确保停火协议的执行 并为受战争影响的地区 提供必要的重建支持 媒体采访与公众反响 在会谈结束后 泽连斯基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表示 尽管前路艰辛 但他对和平的信念从未动摇 他提到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 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 是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他相信 只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 泽连斯基说 我们相信 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计划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呼吁 也是对全球和平的倡导 在当前国际局势 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的努力 无疑为各国领导人 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全球的反思与行动 泽连斯基的和平努力 不仅仅是乌克兰的事情 它引发了全球的反思与行动 许多国际社会的成员国表示 他们愿意支持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并未实现持久和平贡献力量 LJZER报道指出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不仅为乌克兰带来了希望 也为全球和平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 各国领导人需要更多的思考 如何通过合作与对话 解决纷争 实现持久和平 结语 泽连斯基的和平愿景 不仅仅是一份政治文件 更是一份承载着乌克兰人民 希望与梦想的计划 在与拜登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会晤中 他详细阐述了这一计划的核心内容 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尽管前路充满挑战 但泽连斯基相信 只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和平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无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也为全球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未来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需要通过合作与对话 共同努力 实现持久和平 正如泽连斯基所说 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近期在美国的访问中 向美国总统乔·拜登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以及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展示了最新的和平计划 这一计划 旨在解决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持续的冲突 并对全球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泽连斯基强调 和平的实现需要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共同努力 他指出 乌克兰人民渴望和平 但同时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与拜登的会谈中 泽连斯基详细介绍了 乌克兰在冲突中遭受的巨大损失 并强调了未来重建的迫切需求 他呼吁美国继续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帮助乌克兰抵御外部威胁 拜登对此表示理解 并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承诺将继续推动国际社会 对乌克兰的援助 与副总统哈里斯的交流中 泽连斯基特别提到了 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 他指出 许多女性在冲突中承担了重要的责任 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要参与国家的重建 哈里斯对此表示赞同 并强调了 女性在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 承诺将推动更多女性 参与到决策和重建过程中 与前总统特朗普的会谈 则引人注目 尽管特朗普在任期间 对乌克兰的态度 曾备受争议 但在此次会晤中 他表示愿意支持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特朗普提到 和平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 表示只有通过和平 才能确保地区稳定 他的态度 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但也显示出 在国家利益面前 政治立场可以有所调整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不仅是一个政治文件 更承载着乌克兰人民的希望与梦想 计划中提出的几个关键点 包括达成停火协议 建立国际社会的监督机制 以及对受战争影响地区的重建支持 这些措施 旨在为乌克兰带来持久的和平 会谈结束后 泽连斯基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表示 尽管前路艰辛 但他对和平的信念从未动摇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 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 是他继续前行的动力 他相信 只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和平一定能够实现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在美国引发了广泛讨论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计划 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呼吁 也是对全球和平的倡导 在当前国际局势 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的努力 无疑为各国领导人 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这一计划的成功与否 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乌克兰未来的走向 以及全球安全形势的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无疑是当前国际局势下 一道曙光 一个在战争阴霾下的国家 仍能提出这样的计划 充分展示了乌克兰人民的 坚韧与智慧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和平倡导者 如曼德拉 甘地 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实现了和平与和解 泽连斯基同样继承了这种精神 他不仅在美国获得了各方的支持 还通过展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 巨大牺牲 呼唤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哟 楚天书 你这是盲目乐观了吧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看起来很美好 但实际操作难度堪比登天 历史告诉我们 和平协议往往只是纸上谈兵 像慕尼黑协定那样 最终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况且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复杂 俄罗斯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你真以为靠几张嘴皮子 就能让普京乖乖就饭 别做梦了 谢齐齐 你这也太悲观了吧 当然 没有人说和平容易达成 但泽连斯基的努力 至少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别忘了 冷战结束的时候 谁能想到柏林墙会倒塌 而且 美国在这个时候的支持至关重要 拜登政府已经公开表示 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种全球性的支持 正是泽连斯基和平计划成功的关键 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希望的火种吗 楚天书 你真的是个乐天派啊 希望火种 我看是烟花 闪一下就没了 拜登再怎么支持 难道还能拿个超级英雄盾牌 去挡俄罗斯的导弹吗 而且特朗普的支持更是搞笑 这个曾经差点因为乌克兰问题被弹劾的人 现在搞得好像多有担当似的 历史上 美国的外交政策 可从来都是以自身利益为核心 哪一天美国不想再掺和了 乌克兰可怎么办 谢琪琪 你的黑暗预言未免太过了吧 当然 美国的支持是有条件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泽连斯基的努力就毫无意义 别忘了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展现的韧性和勇气 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武器无法摧毁的 像曾经的越南战争中 越南人民最终也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取得了胜利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正是建立在这种精神基础上的 楚天说 你的激情倒是让我佩服 但现实是骨感的 乌克兰人民的勇气固然可敬 但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和复杂的国际局势 说到越南战争 那可是美国被拖入了泥潭 最后狼狈撤退的例子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可能会成为乌克兰的绊脚石 而不是救命稻草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许会变成一句空话 到时候乌克兰怎么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哟 这次可真热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脚踏进了美国的政治舞台 搞得大家都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听填他带来的最新和平计划 想想看 他这趟旅程可是见了一票大人物 现任总统拜登 副总统哈里斯 甚至连前总统特朗普都没落下 这么多大老聚在一起 光是拍个合照都能让媒体忙上好几天 泽连斯基在会上说的慷慨激昂 声称乌克兰人民真心想要和平 但前提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丢 这话说的挺有分量 毕竟谁不想过上安稳日子呢 但是和平不是光靠想想就能实现的 还得看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 能不能伸出援手 和拜登的会谈特别有看点 泽连斯基一五一时地描述了 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 还提到未来重建的迫切需求 拜登点头如捣蒜 表示理解 还承诺要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一幕真像是两个老友在酒吧里聊家常 气氛和谐的不要不要地 换个场景 泽连斯基和哈里斯的会谈中 他特别提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 这个话题真是戳中了哈里斯的兴奋点 他马上表示赞同 还承诺要推动更多女性参与到决策和重建的过程中来 这不仅仅是个女权的问题 更是让我们看到人性在战争中的光辉一面 再来看和特朗普的会晤 这才是真正的戏剧性时刻 特朗普此前对乌克兰的态度可是饱受批评 没想到这次他竟然表态支持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 这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 但也反映出在国家利益面前 政治立场还是可以灵活变通的 特朗普甚至还强调 和平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 这话一出 立马给自己加了不少分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可不是随便写个文件应付了事 这可是承载了无数乌克兰人民的希望与梦想 他的计划中有三大关键点 停火协议 国际社会的监督机制 以及对战争影响地区的重建支持 这些措施听起来简单 但每一点都是为了乌克兰能够持久和平 会谈结束后 泽连斯基还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说尽管未来充满挑战 但他对和平的信念从未动摇 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的坚韧与勇气给了他无限的动力 只要国际社会能团结一致 和平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在美国引起了广泛讨论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不仅是对乌克兰的呼吁 更是对全球和平的倡导 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泽连斯基的努力无疑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这场和平计划会议 真是给未来的国际政治增添了不少新亮点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